大家新年好呀,我是黑图文 今天我来到了有名的乔麦面之乡长野 长野县呢,距离东京差不多230多公里 我从东京乘坐新干线一个半小时便到达了 早就听说当地的手打乔麦面特别有名 据说长野的乔麦面,乔麦粉能占到40%以上 它也被称为信州乔麦面 当地寒冷的高海拔地区,十分适宜乔麦的生长 我们俩提前在网上预约了手打乔麦面体验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制作一碗乔麦面吧 在老师耐心的教导下 我们终于做出了人生中第一碗乔麦面 长野乔麦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韧性特别强 乔麦味特别浓,我们俩都很喜欢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长野县中部的邹房市 在市中心甲州街道约500米的街道间 淋历着武基、利仁、本金、横迪、真诚等五座酒葬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酒坊 这里整年都举办着邹房五藏的巡礼活动 只要购买装又写有五藏的手机袋 便能拿着酒杯前往当地五座酒坊中适应比较 对于喜欢日本清旧的朋友来说 边喝边观光,简直就是天堂 第三站我们来到了奈良紧速 虽然名字中带有奈良 但其实它是在长野的深山里 古时候这里是重要的驿站 直到今天镇上还保留着许多零次致笔的老屋 点缀着密密麻麻的商铺招牌 这里真的很适合漫步观光 浓厚古仆的历史气息完全不比京都差 来旅游就是要尝试当地的新鲜事物 奈良紧速最有名的就是当地的五瓶饼 我们找一家店尝尝试试 这个五瓶饼是糯米做的 上面是一层甜中带咸的味噌 很合我口味 我一口气吃了好几个 店里的老奶奶也特别亲切 很健谈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旅行中和当地人交流的感觉 所以有机会大家长野线一定要记得过来玩 这个地方你一定会爱上的